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为了提倡优雅行为 首届世界行善运动大会于1998年在东京举行 而11月13日则定为世界行善日 宗旨是提醒人们和平共存的根本 就是以诚相待多为身边的人们着想 行善的意思是什么 行善就是做好事的意思 那么优雅的定义又是什么呢 根据汉语词典的解释 优雅指的注释拥有和表现出善意 礼貌以及为他人着想的行为 而迈向优雅社会也是无作动国务资政 在1997年为新加坡 迈入21世纪所设下的目标 我觉得新加坡想成为一个优雅的社会 好像还有一段距离哦 虽然不优雅的行为 持续在我国每天的生活上演 但是我们身边还是有不少的好人好事啊 所以就让我们先去看看 发生在我们周围的社会现象才下定论吧 嗯 国人做慈善总是不落人后 无论是大型的电视慈善节目 或者是社群的筹款活动 有爱心的公众都会乐捐 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不幸人士 嗯 没错 当其他国家遇到灾难时 例如四川大地震 或是印尼的火山爆发 国人也一样挺身而出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嗯 这种不分国界 乐于助人的精神实在难得 值得赞扬 嗯 我还知道有些家长 会以身作则 鼓励他们的孩子们日行一善 就有一位小朋友 他从五岁开始 就将自己的画意卖 为慈善尽力哦 哇 真不简单哦 一起去看看吧 这一幅幅色彩鲜艳 深度活泼的作品 是十一岁的叶恩宁 过去九年来的创作 他从两岁半开始图图画画 到多年来获奖无数 是一位多产 而且又对周围事物观察入微的小画家 从小 恩宁的父母就灌输他分享的意义 分享不但能将温馨和欢乐 传授给身边的人 本身也会从中得到满足感 其实在年很小 他在画的时候 三四岁的时候 因为他年纪还小 所以我们就决定把他 就是他的一些画 卖出去的时候 就把他决签出去 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所以当他慢慢到 比较年纪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也一直在灌输他 其实是做人为开的资本 而且是私比受更有福 我们也希望说他在这个 帮助别人的当中 能够享受到帮助别人的快乐 当我知道我的作品 可以来慈善帮助别人 我就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这样小小的能力 就是我这么小的年纪 都可以就是帮别人 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开心 恩宁的每一幅画里头 都蕴藏一个故事 而这幅 就是特地为新加坡 行善运动而创作的作品 画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 和优雅行为有关的小故事 小恐龙代表小朋友 每一位行善的小恐龙口袋里 都有一朵小黄花 小黄花是非洲菊 也就是世界行善运动的代表花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帮助盲人过马路 和帮助老婆婆提菜篮的小恐龙 甚至连残障的小恐龙 也可以互相帮助 我不要把就是新加坡这个友善 就好像恐龙这样消失了 一定要把新加坡 变成一个友善的社会 恩宁在去年的行善日 供意卖的作品 一共有30副 到目前为止已经卖出了18副 所筹到的善款 已经超过5000新元了 恩宁的例子告诉我们 小朋友们也可以在慈善这方面 做出贡献 不管大家出的钱和利是多是少 踏出的第一步就是朝向 关怀他人和优雅社会的目标迈进 恩 那么新加坡人觉得 我们的社会够优雅吗 哪些又是国人心目中优雅的国家呢 恩 这个嘛 我们就要去请教董董博士咯